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ing 這一節 今集就跟大家研究一下 Foloshop 裡面一些光線的問題 因為早前有朋友問我 因為有時拍了一些照片 看到有很漂亮的窗口射到一些光線 特別像在教堂 看到有些神光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如何人工做出來 亦可以學習一下我如何透過這些技巧 可以做到一些光線出來 今集在未看之前 我想看看真正正的神光 看到這張照片就是亞美尼亞的教堂 看到剛好陽光照下來 在窗門裡面會射到光線 效果很漂亮 看看另一張 人工做出來的 這張是我做出來的 在上面有光線射下來 看完這張做出來之後 我們也看一張真正的究竟是怎樣 這張是原相 今天我有做過兩個示範 兩張照片我都放在網上 大家可以在GoGo Drive 下載和我一起去做 看看第二張照片 這張是完成的結果 看到有些光線在上面 在左上角的窗門射下來 接著先看一張原相 這張是原相 有時我們做這種效果 我們選照片要留意一下 好像這張照片 看到窗口的位置 光線很強烈 而裏面比較暗一點 我們做的時候 效果會比較漂亮 如果裏面不夠暗 或者窗門的光線不太強 我做出來的感覺 一看下去就覺得是假的 但如果在現在的環境 你做出來的效果 感覺上會好很多 首先我打開Photoshop 我做第一張給大家看看 首先想做這一張 這張是橫的 雖然來說 第二張是比較容易做的 這張反而難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兩張做的方法 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不過我們要留意一些細節 首先我看一張照片 我們先找到光源位 光源位是在這位置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一些光線散射出來 第一件事 我們先增加一個 空白的塗層 在右下角的位置 我們按一下 增加一個塗層 這個塗層是空白的 接著我選擇這個 暑色工具 這個 接著把前色改為白色 在這裡按一下 我將它轉成白色 在窗門的位置 附近就可以了 在這裡唯一的 長方形 差不多 可以了 不需要太大的 剛剛好 大約在這個位置 在窗門的位置 大小就OK了 之後我們在編輯中 選擇填滿 我們選擇前景色 或者剛才我們沒有選擇這個白色 我們可以在這裡打開 我不會選擇前景色 我選擇白色 也可以 因為黑和白比較簡單 然後確定 看到有一個白色的位置 選擇 我們可以不要 散射的光線 因為這張照片太光 所以我們不太明顯 我們就移過去 移過去 移過去是同一個角度 我們需要由這張照片射過去 所以我們看不太清楚 距離是可以拉 如果拉小一點,這張照片會很光 我們拉大一點 在這張照片來說,我們拉到1,500至2,000之間 差不多了 看到有條光線走出來 不太明顯,不重要 待會我們做些修改,我們會看到效果好很多 完成後,我們就確定 接著出現了問題,這張照片 好像效果不太光 太光的話,我們可以做到暗一點 去到背景塗層,按下去一下 接著我們在下面打開 我們選擇一個曝光度 接著我們把曝光度拉小一點 拉下去,我們大約負了1級左右 整個暗了 接著你會看到這條光線明顯了 現在出來的效果會好些 但如果你發覺再不足夠的話 我待會先處理 我現在就做了這條光線 做出來的效果會好些些 接著我們在這裡按著它 我們現在選擇正常的 我想把它打開這個位置 我想選擇一個叫實光 出來的效果會比較光 比正常好些 去到這一步,我們就把這條光線 有一點變形 按著鍵盤,用Ctrl T 然後我想把這條光線拉大一點 不要太大 因為看到這條上面 好像我們需要的 不會太多 因為它出了位是不漂亮的 而這條光線還可以 讓它長一點 接著我們還未足夠 因為現在的光線 去到人的身上 但如果我們把它拉大 的話,光線又太寬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拉細一點 光線的上和下 不會高過這個窗 在這裡 接著我們怎樣做呢 我們再威脅 現在我們停留在Ctrl T的環境 我們選擇 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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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拉長一點 這個要做多些才習慣 至於怎樣拉 有時候每張照片 每個光線都會有些差別 有時候我拉一拉 再拉一點 拉一點 令到光線比較 這位置比較窄一點 這位置比較高一點 這位置比較高一點 你不要理會到光線 這裡的高度沒有太大 一射下來 下面應該會比較寬一點 這裡可以這樣 有一點變形 我現在視覺上覺得這樣差不多 所以就OK了 按一下 接著發現這些位置不漂亮 這些位置是多出來的 多出來不重要 我們可以刪除它 我們按下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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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方的位置 用我們的畫筆去游 我們選畫筆 看看這個大小 現在21 不太小 我把它開大一點 我大約 我試一下 用100是否足夠 100也不足夠 我試一下大一點 我把它用300 差不多了 它的硬度 去到0 比較柔和 接著我們選擇它的顏色 現在是白色 我們用遮色片 大家都知道 由黑色 會顯示底圖層 所以我們把它轉換 現在是黑色 在這裡留意一下 一游 游 這位置 正常 游 游 這位置 光線在這裡 現在 發覺光線 又好像太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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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辦 我們可以把上面的圖層 按下去 接著 我們把透明度 縮小一點 拉下來 如果完全沒有 就變成一個圖層 這樣 我們可以慢慢 這個我相信 大約是30幾%左右 就差不多 效果 就像光線 射下來 如果你發覺到現在 現場景 都不太暗 我們可以把 調節暗一點 看看效果 可以嗎 按著這個位置 按著 繼續把暴光圖 拉低一點 當然 我們不要拉太細 因為太細 有時候出來 變得比較假 拉細一點 如果想原生 是一個 如果是一個WALL檔案 就比較好 你可以 拉細一點 先做暗 先加這個光線 加完之後 這次的光線 就比較理想 看到下面 也有少許瑕疵 好像還不太 好像還未到 不要緊 我們可以按 再按 再按圖層 我們按兩個圖層 按下一個 因為我有兩個圖層 實際是沒有辦法 亞和其他方 一等 wic-t открыв 待這次我移動 就有兩個圖層 同樣三大圖層 我們選擇傾射 然後我們兩方 拉長 ролors 就支柏 會對索秤 再向我抓緊 龈曲 基本上,現在這張窗戶就好很多了 完成這張照片後,就下一張了 看看怎樣做法 很多時候,我在影片中,希望多做幾張照片 大家可以知道不同的照片裏的做法有什麼分別 不過這次我發現兩張是差不多的 同樣,我們新增一個塗層 然後我們圍一個長方形 這次的窗戶,容易為止,因為剛好也是一個很正的長方形 幾大都差不多了,因為你見到做完後,都會變得很濕 同樣,我塗了白色 我們編輯,選擇塗滿 現在內容算了白色,沒問題,確定 做完後,我可以快一點,Ctrl D 刪除 然後我們選擇旅鏡,模糊 我們的動態模糊 因為現在方向不同了 我們就將它移一移 看到這幅圓的圓相比較暗 所以這次的光線是比較暗 然後我們移到這個方向 看看照片是否正確 差不多了 這次的路又過了一點 然後移到這幅圓的圓相比較暗 大約是上下左右 如果差一點,我們都可以不使用按鈕 用我們的數字,我們可以直接打進去 完成後,我們確定了 可以拉下一點 拉下一點 因為多出來的,我們都可以由它 然後我們同樣,Ctrl T 然後在這幅圓的圓相 我們選擇傾斜 拉 這幅圓相真的有時 看好看這幅圓相 不同的相片,做法不同 大家也可以慢慢試 不要緊,試多幾次 我們出來看這幅圓相 我們看到拉成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幅圓相多了 最重要是,上面不要太誇張 這幅圓相 我們再下一點 這幅圓相 可以收窄一點 我們再試幾次,我們可以試到效果會更好看 完成後,我們按鈕 這幅圓相就是這樣的效果 發覺旁邊有些瑕疵,我們不要緊 同樣按摩飾片 接著拿回的畫筆 現在黑色沒有問題 同樣,我們選擇大小 三百差不多,剛才都用開了 同樣做法,我們在這位置 我先揉揉它 將一些地方揉揉它 旁邊揉揉它 這幅圓相對來說,比較容易 因為看見地方不太困難 完成後,看見差不多了 我需要加一個圖層嗎? 我覺得這幅圓相就不需要了 如果我再增加一個,好像這個光線太降 所以我們保留現在這樣 如果看你自己的圓相 如果這幅圓相 我需要增加兩個圖層的話 就增加多一個圖層 可以令它更光 這幅圓相我覺得不需要了 這次完成了兩幅圓相 做了一個人造的光線出來 感覺上就像家庭中的神光一樣 大家可以用同樣的方法 透過其他相片 都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特殊效果 好了,今集就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拜拜 被它抺迫、收藏、啟發光 又是你的影 государ 還有二度照片 鑒的樣子 寂居 台幻影 有效 需 川